这位是澳门民众阿辉 他的车上挂了澳门跟大陆车牌 可以直接开车去珠海 他说这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除了看电影 阿辉发现自己连生活日用品跟食材 也渐渐习惯到大陆去买了 因为无论价格还是选择 真的都比澳门有优势 这么做的显然不只是阿辉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自从年初开放澳车北上以来 已经有超过四万五千人 成功注册这项服务 结果半年多下来 澳门住这还去的餐厅 业绩下滑50% 我们去一些民生区的食肆 就可能有一点下调 在假期来说晚餐是会差一点点 一海之隔 香港则是在恢复通关之后 7月份就有168万人次前往大陆 比6月多了21万 港媒估算他们的消费额高达40亿港币 和台币超过160亿 加上7月份港车北上政策上路 要怎么避免布上澳门餐饮业的后尘 成为香港业者眼前的问题 从港珠澳大桥到粤港澳大湾区 官方号称建立一日生活圈 加强融合 但现在港澳业者担忧的 恐怕是要怎么样抵抗 大陆市场磁吸的力量 吸走商机 特别循环 谢谢庆志伟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